大家好,家里养的虎皮兰,在秋季也是生长旺季,有人说虎皮兰总养不好,不长个儿也不冒芽,其实虎皮兰有事怕,有效地避开四个坑才能收收长新芽。 第一,秋季怕缺光,虎皮兰东倒西歪,叶片瘦薄而且无光泽,整体凌乱不堪,这是缺光导致的叶片瘦弱,虽然虎皮兰耐阴,但入秋后一定要增加光照。 第二,怕盆土板结,虎皮兰根系不发达且横向生长,根系较弱,如果土壤特别板结,根系在盆土内无法延伸会导致不生长,出现这种情况,在秋季趁生长旺季换一次盆土,营养土加沙质土壤混合配置更利于虎皮兰生长,穿新芽。 第三,怕养分不足,虎皮兰叶片肥厚,如果自己养的瘦弱矮小,不爱长,除了盆土原因,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养分不足。 现在正是入秋,可以在盆边加一些发酵好的存养分有机肥,慢慢分解以后,虎皮兰叶片才会更加肥厚饱满。 第四,怕冻,虎皮兰是南方植物,低于10度,虎皮兰的叶片会萎缩不生长休眠状态。 入秋后要放置温暖的环境下养护。 秋季养虎皮兰,避开四个怕,您了解了吗?我是花吃小伙,如果你也喜欢养花,记得关注我。